手拿无尽狗 我现在要做一个砧板胸甲 这样我就可以飞了 本来我是要想着做一个疾风戒指的 后来想想 反正有砧板 不穿白不穿 咱们穿了这个砧板就能飞行 看 飞的还不快 非常的好用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地狱尝试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挑战 毕竟我们现在又有砧板弓 又有这个无尽剑 还有一个哈肯点武剑 这么多好的武器 怎么能不试一试呢 直接开启删除模式 直接开启删除模式 众所周知啊 地狱里边是有怪的 那我们要打的是什么呢 那肯定就是那个 那个叫啥玩意儿 诶我是呀 能不能打他们 可以打 哇塞 那小泰坦 这些小泰坦还能卡到我 不存在的 直接秒 看 兄弟们直接秒 不让这些小泰坦有喘息的机会 直接杀 想卡我 不存在的 哇 听见格斯拉的声音了 猫死在这边 下边吗 好像不在这边 那就是这边 我今天就是要来挑战一下格拉斯 我看看用我的无尽剑 能不能摸到他 在这呢 兄弟们 找到一只格拉斯 看能不能飞过去 一刀 一刀 一刀秒了 有经验值 先把旁边的这怪秒掉 不然我一会儿减经验值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么多经验值 我 本来我想就是说升级好慢啊 结果你看 一百多级 马上二百级 这是一只啊 兄弟们 一只格拉斯的掉落的经验值 听声音周围好像还有第二只是吧 在哪呢 应该不在这边 这边这么窄小 让这怪打到 浑身都得冒火 我感觉不在这边 我现在在哪啊 会不会在这外边 哎哟 叫声没有停止 可能在这 嗯 这很宽敞 大概率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前面就有一个红色的地带 我们往那红色的那个块那走 多半是在那里 因为这个格拉斯 肯定也属于是不明生物 对吧 上面没有 那就是这边 嘿 还挺难找哎 我说 哎呦 赶紧把这个灭了 这个伤害肯定很高 好 掉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们可以卖一下啊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卖一下 还掉了点战利品 那 银石粉 还有刚才格拉斯的一些个材料 听不见兄弟们 找不到 那咱们回家吧 反正测试了一下啊 打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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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一堆战利品箱子 回去看有没有好箱子 开一下 如果有装备箱 我们也可以留一个了啊 因为现在武器箱 我们绝对是够用的 三种武器 只有砧板 身之刃还没有 我很期待 我家周围再出现那种商人啊 搞个砧板神之刃 头颅战利品就放在外边吧 往这一放 很帅的对吧 然后火 这是做装备的 可以做一整套这个格拉斯 红莲格拉斯的这个装备 但我们基本是穿不上 穿不上 理袋放一下 不好 咱们直接扔了 护腿可以留下 这属于装备的 稿子不要 稿子我有 敲也不要 稿也不要 除一头也不要 两个护腿 一个盔甲 那可以开一下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可以先品后看 养成习惯 哪怕一个表情包 也能为夜风增加播放量 谢谢大家的支持 镀金装备啊 还真不错 我前期都忘了有镀金装备了 不然我前期就做了 变色皮革 不咋地 这三个开完怎么又多一个 我给了一个镀金皮革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 来个这个嘛 红色的几乎不可能 这得了一个玻璃护腿 有点垃圾啊 这些装备 啊哈哈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